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晶片代工巨头台积电,近日下调了2023年的资本支出,KPEX预期。 当前这家辉达、苹果等科技公司的主要晶片代工商,正在努力应对智慧型手机和计算机晶片需求疲软的问题。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在2023年度股东大会后已表示,其2023年资本支出可能接近,此前预测的320亿美元至360亿美元区间的底部区。 此外,台积电重申了对2023年以美元计算的,上万年营收下降约10%的预测。 其中,第一季营收为新台币5086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为新台币2069亿元,每股垂液为新台币7.98元。 台积电第二季美元营收将约152亿至160亿美元,毛利率约52%至54%。 另外,更温和的资本支出预期表明,台积电与整个电子科技行业的竞争对手一样,面对消费者支出持续为米和大流行后,中国经济复苏之路崎岖,仍保持谨慎态度。 这家晶片代工巨头,此前曾表示,在个人电脑、伺服器和智慧型手机制造商消化库存后,晶片产品需求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有所改善。 台积电及其同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全球科技行业低迷的持续程度,以及中国经济在放弃疯狂封城控制后是否会强劲反弹。 该公司重申,预计2023年营收将出现低至中位数的下降,与预期大致相符。 华尔街在分析后指出,晶片行业下游需求低迷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2022年,伴随手机、PC、平板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出货量持续下滑,半导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 Canonis发表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2%,创10年来最低。 PC出货量较2021年需求高峰,下降16%。 相对应的,2022年,全球半导体行业销售额近5800亿美元,同比增长7%,较2021年20.6%的增幅,显著放缓。 台积电也无法摆脱市场的不景气,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均环比大幅下滑。 但在财报电话会上,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三奈米先进制程晶片将在下半年放量, 依托于人工智慧的晶片需求将增长,公司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 这是由于生成是AI的盛宴,给正处寒冬的半导体晶片公司带来了曙光,台积电高呼,以做好迎接下一波增长的准备。 台积电6月召开的股东常会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表示,当前已经看到了某些领域市场终端需求回温的迹象,台积电今年可能少许负增长, 但已准备好迎接下一波成长,2022年是台积电成长的一年。 2023年将度过去库存的周期,不过现在客户的库存正逐渐降低,已有需求回暖迹象。 可以看出,台积电今年的销售额可能会略有下降,但该公司已经准备好从明年开始实现非常强劲的增长趋势。 刘德英对台积电的长期前景看好,同时表达了对下半年的复苏趋势,以及2024年更广泛的行业全面复苏的信心。 在此次股东常会上,刘德英更是强调了先进的封装技术,是台积电价值增长的关键。 而AI带来了对先进晶片的更多需求,台积电75%的研发预算用于先进技术,25%用于特殊技术。 生成式AI的蓬勃发展,为台积电增加了更多订单。 台积电正准备增加产能以满足AI带来的需求,预计AI在终端设备领域的需求会增加。 这家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制造商,同时也是当前最火热的市场闯,人工智慧,AI晶片巨头挥达的主要合作伙伴。 台积电预计,一些行动终端上的人工智慧,用途晶片的需求将激增,从而推动对训练和托管这些应用程式的先进晶片的需求。 刘对音表示,首先,台积电打算将其先进的晶片封装能力提高一倍。 在手机财报中,台积电高效能运算HPC代工业务带来的营收占比高达44%,超过智慧型手机晶片代工业务, 足以见得业内对于AI技术用途的晶片,比如AI伺服器所需的GPU、伺服器、CPU,以及AI基础硬体所需的客制化的AI晶片的强劲需求。 记忆体晶片巨头,SK海力士高管曾表示,随着ChatGPT等生成式,AI应用开启全新的AI时代, 预计全球数据生成、记忆体、处理量以及AI伺服器将呈爆发式增长趋势。 台积电的多位高管曾表示,看好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慧、AI应用将带动高效能运算HPC结构性需求成长。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领先同行业将明显受惠。 青睐科技行业的投资者正在押驻台积电,将成为开发下一代人工智慧晶片的全球竞赛中的最重量级企业之一。 台积电的顶级客户挥达的晶片,对ChatGPT、自动驾驶和新一代人工智慧产品至关重要。 由于华尔街对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痴迷,美国晶片巨头,挥达的市值5月底短暂超过了1兆美元,同时也支撑了台积电和晶片制造生产设备公司的市值增长。 这些处于原材料制造、生产设备研发以及晶片代工环节的公司可谓晶片产业链的顶梁柱。 刘德因表示,在2022年,不改人工智慧领域的高效能运算HPC晶片,产品的销售额总量首次超过智慧型手机。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慧生成式AI快速崛起,引发的AI晶片需求激增将巩固这一趋势,市场对于人工智慧的需求非常令人兴奋。 有媒体报道称,台积电以超级基建SHR等级生产汇达旗下的AI GPU,并且订单已满至年底。 有知情人士透露,半导体设备厂商表示,回答AI GPU缺货原因主要是回答台积电先前预估全年产能与订单过于保守,未预料到AI GPU等HPC晶片需求紧喷式喷发。 因此,原本产能就不多的QoOS施制成先进封装设备难以满足,加上部分用于晶片生产和封装设备与零组件交期长达三至六个月,最快年底新产能才能缓步到位,也就是未来半年将是AI晶片缺货状况。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也首度透露,近期与某客户电话会议,要求扩大QoOS订单。 显然其所提的某客户应该就是挥达。 毫无疑问,台积电先进制成晶片需求的激增与市场对于挥达的GPU的需求爆炸有着逆不可分的关系。 两家企业的关系可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成立不久的挥达为晶片代工企业而发愁。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找到了当时在半导体代工领域不断突破的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从此,两家企业的联系就此建立。 此前有媒体称,挥达向台积电追加QoOS晶圆级晶片封装订单, 在2023预定量基础上,再追加一万片,以满足需求。 伴随着生成是AI的爆火,市场对挥达GPU晶片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挥达正不断向台积电追加订单。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